各位朋友,各位哥哥姐姐,大家好,我是梁榮林,我现在是香港的岭南大学的教授。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得到中医药推广的基金赞助。 我们拍一系列的短片给大家认识关于中医药如何在长者里面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这是一个推广的计划。 主要是希望给大家通过认识中医药,大家可以在疫情下健健康康。 简单我自己来说,首先我自己是一个生化的博士, 我自己也是在香港读完中医研究院的文憑。 之前曾经在浸会大学和中文大学都是任教的。 现在我是梁榮大学研究生院的临床实践教授,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知识。 可能大家都有用过中药就一定的, 有时就用中药用来煲汤, 或者在食材里都会加一些淮山、杞子, 那些一定会有的。 所以大家对中药都有一些初步的认识。 但我今天希望可以比较系统化一些, 可以跟大家分享多一些。 让大家在这次疫情底下都可以知道, 中药是可以扮演一个角色的。 中药是什么呢? 中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药物, 可以这么说, 但是老实说, 不是全部的药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其实有些药都是外来的, 我讲到的时候会跟大家讲。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真的说这些是中药, 一定要按中医的一些理论, 中药的四气五味的特点去指导, 才是中药的。 而且我们用中药的时候, 就一定要用中医的方法, 包括我们所谓的辨证论治, 才可以叫做中药。 因为很多时候, 有些朋友将一些中西医的概念搞乱了。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最近这几天, 大家如果留意新闻, 都很可能会听到, 那个板蓝根可以医新冠肺炎。 这是有些研究做过的。 实际上, 板蓝根在中药是怎样呢? 我一会儿都会讲的。 好了, 其实中药的起源就很早了, 其实呢, 有二千多三千年都有了。 最早的一本著作,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清楚的, 就叫做神龙本草经。 神龙本草经里面, 就是收集了大约三百六十五种的药物。 那就一路进化到现在呢, 我们现代的社会呢, 我们就有成几千种, 五、六千种的一些中药, 比如在这个叫做中药大瓷田。 好了, 中药为何可以医病呢? 其实, 很简单来说呢, 我就不讲很高深的一些理论, 其实呢, 就是说, 我们很多的病呢, 在中医呢, 我们就分为, 是寒病、 热病、 或者是 濕病、 躁病。 那其实我们药的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的人本身是很寒的, 我们就用一些药物去温回你的身体, 热回你的身体, 那就好了, 就是得到一个平衡。 是吧? 就是用一个这样的, 就是药和你的病的对抗的一个原理。 所以呢, 简单呢, 如果是中药, 我们可以分为, 是将它分类, 我们用一个叫做四气, 或者有些现代就叫做四性五味。 四气呢, 就是寒、良、热、温。 如果五味呢, 就是酸、苦、甘、辛、咸。 当然, 五味呢, 现在慢慢发觉, 就不是很够的, 就加上一些叫做淡, 淡味的中药, 也有的。 那其实, 那这些所谓的四气, 就和这个所谓的阴阳, 和这个春夏秋冬, 这些这样的四季, 是有些关系的, 那我就不多说了。 而这个五味呢, 就和我们的中医里面的理论, 前那几次都讲过, 是关于那个叫做阴阳五行, 五行呢, 就是说, 木、火、土、金、水。 所以, 如果将它这些联系上来, 如果是酸性的药物, 我们就属于木的。 如果一些苦的药物, 当然, 大家喝中药, 就常常有个别称苦茶的, 中药很多都苦的, 所以很多是属于火的, 如果是甜的中药, 那当然, 那当然, 那些是属于土的, 皮肚。 如果是新辣的一些, 辣的中药, 我们叫做, 是金的, 属于金, 咸的中药, 就是属于水的。 那很多时候, 有些人就说, 哇, 会不会有些中药, 就是吃了会有毒的, 那样, 那说真的, 是真的, 药物就是会有毒的, 那看看那个毒呢, 是大毒, 就是小毒的。 那相对来说, 大家有吃西药, 其实西药的毒性, 大部分更强。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大家吃西药, 你自己去药房买西药, 你看看它那张的, 里面那张纸, 写着一个叫做, Side effect, 就是那个副作用, 可能有时, 十几二十项的副作用。 那中药呢, 其实大部分都很安全的, 只有少数的中药, 就是有毒。 那比如, 这里有个图, 有一棵叫, 健血风猴的一个树。 那说真的, 这个真的很毒, 但是这个, 我们没有人用它来做, 做一些常用的药, 所以, 有时有些药有毒性, 但是我们都会很小心去用, 就是因为它真的又可以医到病。 那所谓安全使用中药呢, 就是说, 在《皇帝内经》那里, 已经有说了, 大毒治病, 十去其六, 常毒治病, 十去其七。 就是说, 简单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用一些, 比较毒的中药去医病, 其实你的病, 有十分的话, 其实好得六成的话, 你就要停的了, 你不要用到全部好了, 那可能人都会伤了。 那如果你说有些无毒的治病, 那你可以吃久一点都不怕, 那所以呢, 一定是要很小心知道, 某一些弱性是怎样的。 那所以, 所谓毒, 其实就是分大毒, 一些叫常毒, 就是普通的毒, 小毒和无毒。 那一般来说, 如果大毒的药呢, 我们叫做, 寒性和热性都是很, 就是很厉害的, 那些是叫大毒。 那如果是平毒那些, 就是无毒那些, 通常的药性是比较平和一点的。 那所以, 也都当然了, 你看一下那个, 吃药的人呢, 体质是怎样的。 那这个呢, 所以一定要, 医师要很小心去平衡。 譬如, 你给药是一些身体很虚的人, 那其实那些药本身是小毒的。 我又见过有些, 就是很虚药的人, 就算喝些绿豆糖水, 绿豆水都会暈的。 那这些呢, 就因为他本身身体质, 就不太适合吃任何药了。 那因为, 它是虚的, 又是虚寒。 那正常说, 那我们身体正常的人, 吃些绿豆水, 其实就不会有什么事的。 但有些人, 喝了就会暈的了。 好了, 那中药呢, 就是刚才说的, 有几千种。 那究竟, 那来源在哪里呢? 那其实呢, 那大部分的中药呢, 都是天然的。 那有小部分呢, 是加工过的。 那当然呢, 大家用的中药都知道, 就, 植物类的药呢, 是佔了八九成, 差不多。 那所以, 我们用的呢, 那些呢, 都是在植物那里来的。 那所以, 中药也有个别名, 就叫本草。 那就是因为它是植物来的。 那当然呢, 也有少数的中药呢, 是, 譬如, 脱口鱼, 一些例子, 那些, 牛黄, 或者是, 这个叫吴公, 或者是, 幽隐, 幽隐都可以用药的。 那这些全部都是动物来的。 那也有些中药是抗物的, 那所以呢, 那其实, 那些来源很多, 但是大部分呢, 这个植物的。 那, 那刚才呢, 说过的了, 药呢, 是有它的特别的一些性质, 那叫药性。 那药性的理论呢, 是以这个阴阳, 撞虎, 古经乐, 学说为这个依据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是, 那幽隐和良是如何得出来的呢? 就是说我们, 进去的食物, 那种就会生什么反应。 比如, 我们一些寒粮的药, 我们食了之后, 其实, 有些好快就直接就觉得一些羊的感觉。 那比如, 举个例子, 最简单的, 有时候我们吃薄荷, 那样, 哇, 或者我們寫薑 一入口是熱的 所以這個屬於熱線 當然有些就不太容易 可以這麼快可以變形得到 我們將寒和涼在不同程度 分為一類 溫和熱分為第二類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那些是熱性的病 我們就用寒涼的藥去醫治 什麼叫熱性的病呢 譬如有些血是很熱的話 我們會發覺病人有時會出血 或者皮膚起了紅點 如果發覺有這樣的症狀 我們就用寒涼的藥 相反如果是寒性的病 我們就用一些瘟熱的藥 舉個簡單例子 有些人 夏天的時候 都是手足冰凍的 四肢都是冰冷的 經常都怕凍 她是很寒的 所以我們就用一些瘟性 藥物的藥物 我們放進口 就會感覺到有些什麼味 譬如有些山渣 如果大家試過山渣的話 一百六盒會發現很酸 這個就是酸的味 有些一百口就苦到眼水都會流 苦的味 有些譬如甘草 是甘甜的 有些是辛辣的 有些鹹的藥 相對是少一些 有些抗脈的藥物 所以這些 我們的祖先 經過一些長期的 臨床的實踐觀察 就發現 不同這個味的藥 大致上有它的 一些相熟的屬性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如果是甜的藥 甘的藥 其實多數是補 是屬於補藥 特別是補皮胃 肌肉 如果是苦的藥 通常會入心 和小腸 所以我們知道了聯繫的話 所以我們看病的時候 很容易去 簡選 因為藥有幾千種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不知道它的特性的話 就很難去簡選 好 接著這一節 剩下的時間 還有我們下一節 都跟大家介紹一些 很常用的中藥 我這裡大約 抽三、四十種出來 到時看看時間如何 但有一些 其實我不多說 因為可能 大家平時都用開的 我就輕輕奶過 譬如舉個禮 生薑 大家平時都會用的 但它真的是一個中藥 其實挺常用的 我們都會把它放進去 那麼我們 這幾十種常用的中藥 我們就可以依據它的藥性 分為一些叫解表 去濕、清熱、里氣和保益的藥 好 我們先從最常用的 我們叫解表藥 開始 什麼叫解表 首先要點了個題 如果你還沒讀過中醫 好像覺得 什麼叫表 其實表的意思是 是在表面 即是說那個病 其實還是很初期 特別這一類的病 這一類的藥 醫的病 其實是醫一些 我們叫類似 一些感冒、傷風 那些這樣的病 那這些病 一開始的時候 那些病菌也好 病毒也好 其實都是停留在我們的皮膚 在很表面的地方 就不會入到他的身體 裡面很深的地方 其實有一系列的症狀 我們中醫是可以斷定得到的 譬如有些人 初初感冒初起的時候 有些頭痛 有些骨痛、頸痛 那這些其實已經開始 一些初步的外感的病 那其實介紹兩種的 這裡首先介紹兩種 一個叫麻黃 一個叫桂枝 那這兩個呢 其實大家都可能經常聽過 那麻黃這個藥呢 其實就很早 在張仲景 二千多、三千、二千多年前 已經用了 那它呢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叫酸肺瓶痠 那這個酸肺瓶痠呢 換句話說 現代的話說 就是可以治療痕症的 有些人呢 一開始感冒啊 開始愛感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些咳痠 可以用麻黃 跟著桂枝呢 桂枝呢 桂枝呢 就是一些肉桂樹的 一些很幼的枝 那它本身都是溫的 還有呢 味道很香的 那桂枝呢 就是依照外感的表證 還有 也都可以 是封濕的 這些 那是經常用的 那這兩種都是溫性的 那看看它的樣子 一個就是麻黃 一個就是桂枝 好了 那在這裡呢 我們 除了講這兩個單味的藥呢 還要講一講 我們在中醫呢 我們叫做是用一些方的 那這個呢 就是麻黃湯 那麻黃湯呢 其實呢 你看這條方就看到了 就是 其實是 就幾樣東西組成了 一個叫麻黃 桂枝 有杏仁和石金草 那這個方呢 就很簡單 但是是很有用的 我們很多時候 一些寒性的感冒初起呢 喝一兩碗這個麻黃湯呢 就已經好得七成的了 那因為它可以呢 是喝了之後 我們會出汗 那把那些的病毒呢 就排了出去 還有增加發汗 那這樣 所以麻黃湯呢 那當然啦 你不要亂用 因為呢 要醫師 斷定了 你這個是一個 是 寒性的 外感的藥呢 的病呢 你才可以用的 那還有呢 不同的份量呢 都要因人而異的 就是 如果你是 小朋友用的量 就少些了 那還有麻黃這個呢 其實順便再提一提 那裡面的一個成份呢 叫麻黃素呢 其實很早呢 是在西醫那裡 已經將它提煉了出來 變成一個 是西藥來的 那就是說 它的藥性呢 是比較強的 麻黃素呢 叫Aphedrine呢 其實是 我們經常在什麼時候用呢 有些人敲喘 有些人呢 是 鼻塞 那麼我們 如果你 鼻塞得很緊要 其實 如果西醫 可能給一些滴鼻的藥給你 那一滴呢 那個血管就會立刻 就會收縮 那麼 你的鼻就會通了 那麼 但是呢 這些就不能長期用的 OK 那麼 那今天呢 這一節呢 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麼我介紹到這裡了 那麼下一節呢 跟大家再介紹 很多很有趣的中藥 那麼大家聽完之後呢 也都可以知道 如果你真的要用中藥的時候 你正在吃的是什麼 好 拜拜